大家好,今天做了好吃的玉米面馒头 吃凉稀做有营养,盆中放一勺玉米面用开水烫面 量至温热放适量酵母适量白糖,再打两个鸡蛋 放两勺普通面粉,搅制面絮,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搓成长条,封成面剂,取一块面剂团圆 然后放入蒸汽,饧发两倍大 水开即时蒸15分钟,蒙两分钟出锅 这样做的玉米面馒头蓬松轩,而且还有浓浓的玉米香味 喜欢的收藏试做吧